等我回来回应一下 我们的老友记 Prisis Roker 又说是你 我知道你一定会说的 他很简单 除非他小版才弄他 刚才他小版 我也要说 他说我学了两年吉他 学不到我学了二十多堂 你也是大半年 二十多堂 说真的 很简单 你是否上人节目怎样结文呢 我最近一两年都上过很多堂 D100也好 《花生台》 是否以前是站国营那时的城寨 有很多电视频 美娜那台 《弹丹》 《荷里布》 你觉得她的头发也挺特别的 很多 上台是不是等于结文呢 我就很简单 去哪个台 我就要说我喜欢的话 你就不可以硬扭曲我 或者不让我说什么话 或者想说什么话说不到我就不会去 很简单 我说你不对 我说知道你是谁 我都一定会吊识你或者说出来 即使去到你那里 我都会说这些话 你应该问 为什么林看正会吊识你们 你都会请林看正 因为林看正说过就是真话 这个就是我们本事 明白吗? 去到哪里 我都不用买你穿 但人们又觉得你说的OK 怎样 于是就找你过来 这个就是我的本事 明白吗? OK 我觉得 即是不要这么 即是到今时今日 即是你老有记 就不会这么容易分化的 如果张文光是被人老屈 我不会因为我认识你们 就不帮张文光去平反 如果因为我不喜欢张文光 而捡屈下去 这个就是本事 这个林看正会吊识你们 你也找他 就证明因为这个人说真话 而他说话的质素 是值得去听 OK 就这么简单 那当然 老实说 我觉得这样 他们找你的时候 他们也有个这样的心态 也是值得欣赏的 尤其是那些 譬如你意见有些不对的台 Lina有看中国找我 曾姐也找我 那些是跟你意见对 有些意见不对的台找你 他也预议了一遍 他可能也期待有个火花或辩论 甚至是吵架 炒花生都可以的 没所谓的 那就说过了 当然了 我唯有一个宗资是怎样的 只要是所有 在给公权力打压的传媒 或者打压的网台 除非你坐在那边 一起打压人 否则也有得谈的 OK 但你就不能限制到 我想说话就是这样 很难限制 叫你上去做Live 就不能限制 你预议了我会吵架 那你会剪的 那些就没意思 那些就不用了 比如你TVB 跟他在那边 那些就不用了 OK 如果你说上TVB 可以照说到我们所说的 都没什么问题 是的 但TVB不会 YouTuber的照片都上了 被人卡住了 那些笨蛋 好了 非常之后 有点 SkinCe 就不可以的 那些笨蛋 我会判断了 什么呢 我会被判断了